NX2206 大家好,之前我们介绍了关于NX2206的一个基本操作 今天我们来介绍关于草图的绘制 在UG里面,实体建模的方式有几种 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建立基本体和的实体之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掃掠的方式来将这个实体依照搭伸、旋转等等这种方式 藉由轮廓来掃掠成一个实体 再来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必须依存于实体上面的特征 比如说孔位、导圆角等等 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分类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草图的绘制 首先我们点选草图,然后选择一个平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座标轴平面 也可以在物体选择一个平面 依照我们的需求来建立 就可以在该平面上进行我们的草图绘制 这里我们选择XY平面来做一个草图绘制 接着就会帮我们把整个工作区转成这个XY平面 来开始我们的草图绘制 我们简单绘制一下几个几何图形 比如说像是矩形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选起点跟终点 就可以绘制出一个矩形 圆形的话我们也可以点选一个圆形 然后往外拉伸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圆形 接着是直线,一样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拉出 移动滑鼠来决定我们需要的弧度 当然如果要精准一点 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这个小视窗里面设定好板筋 确定之后按下滑鼠的左键到一个圆弧 我们也可以选择轮廓 先大致上画出我们所需要的几何图形 最后将这个图形封闭 就可以接着获得一个草图 最后我们也可以使用拉伸旋转的方式 来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图形 这里是使用拉伸 可以看到我们就直接的从我们的草图拉伸 形成一个八块 绘制完物体的一个大致的轮廓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几何的约束 来将这个轮廓更加精准的 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图形 这些几何的约束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 像是等长、同心、贡献、终点、垂直对齐等等 这些的几何约束 来让我们针对这个轮廓 来做一个更精准的设定 比如说等长 我们可以点选我们需要设定点等长的边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等长的两个边 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符号等于等长 我们可以将两个不同的几何图形 设定为同心 比如我们今天要将这两个圆设定为同心的话 就可以借由同心的方式 来将这一个圆约束到同心 除了刚才介绍的几何约束之外 我们也透过进射的方式 来达到我们快速建立物体轮廓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们点选工具列上面的进射 首先将我们要进射的一个形状选取好 就是选取我们要进射的中心线 它就会帮我们建立起一个 从中心线进射的一个物体轮廓 当然在我们建立好我们的物体轮廓了之后 也设定好我们的几何约束 甚至于尺寸等等这些重要资讯 我们可以按下完成 完成了之后我们可以选择 以拉伸或者旋转的方式 达到我们需要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看拉伸 可以看到我们经由拉伸 可以让我们这一个轮廓 产生一个粗字型的一个实体 刚才我们使用了拉伸 来建立我们一个物体的实体 我们也可以透过旋转的方式 来让这个物体成型 所以我们选取我们刚才所画的曲线 定一个向量 还有一个圆点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草图 经由360度的旋转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实体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 关于草图的绘制 如果有帮助到你 欢迎你点选影片的右下角 订阅来支持我们的频道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意见的话 也可以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谢谢